恒生几处在最近网上泡了超过1600点 在大概13000点左右的水平附近就是培回不定 从我的观点来说我短期经历不会看得太淡 最主要是现在在外回市场 例如是美国那边不停的推出一些环周市场的方案 对于市场的讯息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助力 但是短期经历我觉得它在往上跑的动力可能会比较小 因为最主要是从地位到现在1600点的波幅 可能有很大的获利回兔的情况会出现 我觉得那个第一个左力会是在13500点 就是恒生几处100天线的这个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左力 而如果要论急就是恒生几处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势的话 我相信要生圈这个上一次反单的高费15781点才能够确认